快过年啦 在这么喜庆的日子里 不如我们来玩一个恐怖游戏吧 别吧 虽说是恐怖游戏 但是在我这里就没啥恐怖的 大家放心看啊 这段也就尿死两条裤子而已 好了 开始游戏 首先看到两个警察站在路灯下 这路灯一闪一闪的 是有那么一点吓人啊 左边的小耳机叫正明 右边的就是故事主角叫林李寻 他们在干什么呢 原来是他们接到了一起报案 说这个村子里一个灵堂发生了火灾 报人怀疑有人蓄意纵火 所以他们就赶来了解情况 但是车子刚进村就熄火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所以他们正在想办法修车呢 寻哥怕耽误了时间 建议明哥把车子先放着 先去案发现场看一看 但是明哥却怕弄坏了车子 被上级责罚 所以想先把车子修好 好吧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下面就要进入正片剧情了 明哥说手电筒快没电了 叫寻哥去村里小卖部 买节电池回来 诶 剧情推进就是这么简单直接啊 寻哥这就准备进村了 大家看到了啊 墙下写着讲科学破迷信 所以这个游戏内容看看就好了 千万不能相信啊 嗯 我在求生欲还是可以的 好了 寻哥找到了一家小卖部 准备过去买电池 哇 这红色的灯光也太应景了吧 貌似小卖部老板已经睡觉了 但是也没办法啊 只能叫醒他了 诶 有人吗 就是这么简单直接的交易啊 电池买到了 寻哥这就拿回去给明哥 但是这一走开 诶 这小卖部老板的眼睛动了一下 这小眼神我百分百确定 这小卖部老板不简单啊 把电池交给明哥之后 为了不耽误案情 寻哥决定自己先去案发现场 看一看 让明哥留下来修车 毕竟这是寻哥成为刑警之后 第一个案子 必须要认真对待啊 就这样 寻哥又独自进村了 又来到了小卖部 没看到刚才那个老板 估计是已经睡觉去了 村子里安静的吓人了 只能听到自己走路的脚步声 幸好寻哥是个讲科学的人啊 一声正气 无所畏惧 但是接下来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寻哥走了一圈 又回到了刚才的小卖部 诶 这什么鬼啊 难道是眼花呢 这时候突然来了一声狗叫 妈呀 我不知道寻哥有没有被吓到 反正我是被吓到了 而且墙上突然多了一堂血迹 很奇怪啊 不过寻哥不慌 继续往前走 然后又回到了刚才的小卖部 奇了怪了 难道这就传说中的 迷宫 诶 正面墙又有变化了啊 除了血迹 还多了两张纸巢 寻哥仔细一看 不得了啊 正是刚才他用来买电池的钱 难道是刚才那个老板 在恶作剧 好 寻哥继续往前走 好家伙 又回到了小卖部 我不知道寻哥有没有生气啊 反正我是怒了 这还有完没完呢 走来走去都是这个地方 诶 不对 这里出现了一扇门 这是刚才那面带有血迹的墙啊 居然变成了一扇门 嗯 一定是刚才眼花了啊 这里本来就是一扇门 嗯 对了 一定是这样啊 好了 进入剧情续章 看这环境 寻哥应该是来到一个灵堂 周围站满了纸人 还真别说啊 很吓人啊 寻哥在桌上发现了一封信 上面写着 小卖部老板 王金才 因病作故 哎我去 小卖部老板 上面居然写着 小卖部老板 两天前就没了 那刚才寻哥看到的 小卖部老板 是谁 而且还发现了一个账本 上面居然写着 寻哥欠王金才两块钱 日期就是今天 哎我去 看到这里不见一阵头皮发麻呀 不过话说回来啊 寻哥刚才买电池 可是付了钱的呀 怎么就变成欠两块钱了 不能这么不讲道理吧 从房间出来之后 门又消失了 突然出现了一个满脸是血的纸人 还听到一阵小女孩的笑声 哎行了行了别笑了 我知道你很恐怖啊 继续往前走 这次终于来到案发现场了 也就是发生火灾的地方 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大盒子 哎我去 真会借着大挂联的 就说这个是大盒子吧 除了大盒子 还有两个纸人 奇了怪了 一个家属都没有 墙上还挂了一张照片 好家伙 照片里正是刚才小卖部的老板 王金才 这么说 刚才看到的就是 刚才看到的难道是 他的双八胎弟弟 开玩笑的啊 熊哥检查了一遍现场 发现起火点就在大盒子内 火势并没有蔓延到外面 哎 这不像一般的火灾啊 熊哥暂时没有头绪 准备回去请教一下 正在修车的明哥 但是回去的路上 隐约看到一个女人 站在小卖部门前 哎 这大半夜的会是谁呢 正当熊哥想过去问一问 突然 女人又不见了 而且一回头 发现一个纸人站在面前 还有那个大盒子也放在面前 而且不止这样 另外一边也出现了一个花拳 哎呀我的乖乖 这东西是长腿了不成 还会自己跑出来拦路来了 突然 熊哥发现小卖部柜台上 多了一个账本 上面写着 10月20日 下一个就是你 然后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寨子 你逃不掉 哎呦我去 难道是小卖部老板 借了高利贷 被追债来了 回到村口 熊哥看见一辆黑色的车 骑了怪了 明哥和警车都不见了 难道说明哥自己先回去了 这时候车门突然打开了 熊哥慢慢走了过去 光明黑 好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也不知道啊 就目前来说 还是蛮有恐怖气氛的 但是据说 这是一个既恐怖 又有温馨的故事 那到底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